《道德經》第39章 之前跟大家說了很多關於《道德經》的篇章 相信令大家對於《道德經》 多了解和認識 今次要講的這一章 就是關於《道》的作用 其實《道》在《道德經》當中 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東西 亦都是在《道教》當中 其中一種最重視的東西 因爲我們個個都希望可以得到 做一個有道的人 今次要講的這一章 就是《道德經》第39章 《識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靈》 《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形》 《萬物得一以生》 《厚皇得一以為天下正》 這幾句說話當中的《一》 同樣都是指《道》 因爲《道德經》第42章 裏面有一句說話 《道生一》 而《道祖》在這段說話當中 就將《道》的作用說得很清楚 他說天得到《道》之後 會變得更加清明 《地》得到《道》 就可以變得很安寧很安靜 《神靈》得到《道》 會變得更加靈驗 《河谷得到》 就會變得更加充盈 可以長流不息 《世家萬物得到《道》》 《道》後來自治安穩 《神靈》沒有得到的話 不再靈驗了 自然會遇到人唾棄 《河谷得到》就會乾固 《若是世事萬物》 沒有得到就會滅絕 而《帝皇將相》沒有得到的話 國與國之間就會有很多紛爭 戰火頻迎 天下就不會得到太平 在現在我們 這一世紀這麼文明的社會當中 仍然有這麼多戰爭 會否就是杜祖所說 《後皇無道》所造成的呢? 之前跟大家說了很多關於《道德經》的篇章 相信令大家對於《道德經》 多得了解和認識 今次要講的這一章 就是關於《道》的作用 其實《道》在《道德經》當中 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東西 亦都是在《道教》當中 其中一種最重視的東西 因為我們個個都希望可以得到 做一個有道的人 今次要講的這一章 就是《道德經》第39章 《色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靈 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形 萬物得一以生 何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這幾句說話當中的一 同樣都是指道 因為《道德經》第42章裡 有一句說話 《道生一》 寶祖在這段說話當中 就把《道》的作用說得很清楚 他說天得到《道》之後 會變得更加清明 地得到《道》 就可以變得很安靈、很安靜 神靈得到《道》 會變得更加靈豔 河谷得到《道》 就會變得更加充盈 可以長流不息 世家萬物得到《道》 就可以生生不息 很蓬勃地不斷生長 而《諸侯君王得到道》 就可以令到天下安定 在这段说话当中 道祖宗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道是宇宙万物 都不可以缺少的东西 天地 神灵 山川 将侯君王 他们都不可以没有道 既然道是这么重要 如果没有道我们又会怎样呢 如果地没有道 就会变得很震荡 我们都不会住得安稳 神灵没有道的话 不再灵验了 自然会遭人唾弃 河谷没有道就会干顾 如果是世事万物没有道 就会灭绝 而帝王将商没有道的话 国与国之间就会有很多纷争 战火频营 天下就不会得到太平 在现在我们 21世纪这么文明的社会当中 仍然有这么多战争 会不会就是道祖所说 后王无道所造成的呢 道德经第39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